你留下我吧 你留下我吧 你干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很需要工作的 小姐 忙了这么久 你肯定饿了吧 我们要不去吃点东西吧 我还好 你是不是饿了 走我回家给你做 你这样来帮助我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呢 我怎么还能让你这么一个大人物 来给我做饭呢 烦吧老板 我跟你说了 我做什么都是志愿的 我就是看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想帮帮你们而已 以后别再说我什么身份了 好好不说 不过我还谢谢你 但是啊小姐 你自己公司你不管也不行啊 你现在还要帮助 手上那么多事情 我总让你做饭 肯定也不现实的 你脑袋是这边的 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 要不我们请个保姆吧 我们现在确实是挺忙的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都在成都 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给你介绍呀 你要不问一下阿尔 他这边应该有合适的人 可以给你介绍介绍 阿尔 哦 对对 有了有了 对对对 可以找一下阿尔 呵呵呵 嗯 嗯 老板 嗯 你好 你不用以后 我是来应聘的 别导弹 别导弹 应聘啥应聘 不是啊 嗯 你不是问我就是 我有没有亲戚 可以给你做保姆的吗 我说我可以的呀 你不是回答我 你说你说可以呀 对不对 嗯 我给你开玩笑的 我怎么会让你做保姆呢 我可没有开玩笑 嗯 咱们这样行不行 咱回水不流万个钱 好吧 你还说了 工资待遇面移 对不对 不用 工资您随便 看着给就行了 我无所谓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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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确定要给我做保姆 嗯 确定 已经肯定 只要能挣钱就可以 可是 我怎么冷心呢 我会很忙的 基本要天天给我做饭 打扫 卫生 收拾这些的 我不想你那么累呀 哎 算了吧 你没有合适的亲戚 那我就自己再找找 啊 凡哥 你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很需要工作的 我现在只有好好的努力挣钱 嗯 提升自己 然后 阿姨她才会 嗯 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偏见 下 妈 你留下我吗 我 我 我只有努力挣钱 提升自己才能跟你拉近距离 对不对 再说了 给你做饭 我很累了呀 哎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你你你你先 妈你留下我吗 你 你这有无赖哦 好你先进来 先进来 先进来 丢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确定你能胜任这份工作 no no 那你要知道 做事工作了之后 你就是上班的哈 我不跟你谈感情 你不跟你讲情感 嗯 我知道的 嗯 现在也就说 但凡 只要是能多自己 几块钱的话 我都愿意去接 我太难了 嗯 那我给你几天试验期 如果我不满意 我随时会辞掉你的 试验期 我也会给你算工资的 嗯 好 谢谢 那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 那你今天先打操一下卫生 把衣服洗一下 记住我的泪衣跟袜子 要封开洗 好 嗯 好 那我先走了 嗯 大哥 诶 小雪 杨总的事情我已经谈好了 改天一个时间给他碰个面就好了 嗯 好 哼哼 走吧 你今天这么开心 是有什么好事吗 嗯 你猜 哈哈 咦 这二人 门都开着 知道我要回来了 故意等着我的吧 啊 啊 哎 这女人 啊 嗯 不在 啊 哎呀 这女人 门开着 这样不在家里 不就什么事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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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